7月31号下午 华语乐坛天后李文的告别仪式 在香港殡仪馆举行 中心社记者在现场看到 周边街道布置了悼念李文的横幅 与悼念海报 不少歌迷早早来到现场 手捧鲜花等候入场悼念 灵堂中布置满粉色及白色鲜花 正中摆放着李文的照片 上方版额以白底黑字写着 永远怀念一代歌后李文 当天下午四十许 非公开追思会举行 艺人韩红 珍妮 肖亚轩 杜德伟等艺人到场悼念 艺人张学友 张志林 袁咏仪 熊带林 杨成林等圈内好友送上了花牌 现场播放了众星为李文录制的悼念影片 当中包括刘德华 莫文卫 成龙 李安 陈焕仁 杜德伟 李克勤 梁靖茹 陈佑佳 林佑佳 吴清风 陶哲 王心灵 江美琪等 作为李文的圈内好友 艺人肖亚轩在现场知道此时一度哽咽 我从小就单亲家庭 所以我一直是长姐 我一直都是一个姐姐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 你是我的小妹妹 你把我当作你的大姐姐 你知道那句话 听起来好像很频繁的 在我心里面刻下很重要 很重要的这几个字 也让我对她开始真的 有什么事我就找她 真的有什么事我跟她说 不管什么事都分享 一直回去听她的语音 在事情发生之后 我一直不能接受 但我只能记得 而且我会继续做的事 她告诉我的 叫我要坚强 她把她的快乐 跟她的勇敢 一直不断的照亮给我 我一定要把这个 她的精神 一直保持下去 也是我的巨星 我永远的天后 我的天后 不得的女神 You're my everything I love you 有一天我们在天上 一起当天是见面 I love you Coco forever 追到仪式当天 来自全球各地的歌迷 排起数百米的长队 身着黑衣 手捧鲜花 有序进场参与悼念 我这次是特意从新加坡过来 然后我想过来送Coco 最后这一段路 然后因为她陪伴我25年 就是有特意戴黑色的衣服 然后又买花 如果我没有参加 我会觉得这是我人生的遗憾 这个就是我想对她说的话 因为这个卡片的 那个size只有这么一点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 想对她说的 我今天三点钟就来排队了 因为太喜欢李文 很喜欢她的歌声 唱歌跳舞都喜欢 李文是最喜欢紫色的菊花 所以就特意送她最后一场吧 有现场歌迷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在他们心目中 李文心地善良得意双心 是华语歌坛上一颗耀眼的明星 我是从武汉过来的 我坐了四五个小时的高铁 我喜欢Coco 从她的滴答滴颜色开始 她是一个最有天赋的歌手 她很有天赋 她天生属于舞台 是一个superstar 然后她又是一个暖人心的 开心女孩 她把快乐带给了所有人 她心地非常善良 得意双心的一个人 我是从广州那边过来的 其实今天就是坐高铁 现在都挺方便的 她真的是很真性情的 就可能对外她是很有公义心 然后她对内容就是提携后辈 就是都很喜爱她 她的形象很活泼 其实我只有几个字跟她说 就是永远怀念你 李文出生于香港 她不仅是首位进军美国歌坛 并在全球发行英语专辑的华人歌手 也是第一位在奥斯卡舞台上 现唱的华人歌手 李文因患抑郁症 于今年7月2日在家中轻生 送院后一直昏迷 经医院团队努力抢救治疗无效 最终于7月5日辞世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